你可能并不知道 台湾在肝病方面的医学 可能是全世界最好的医学中心 而这么好的理由 除了很多医界长期的努力 有一些非常重要的 包括当年的注射 新生儿的鼻型肝炎疫苗注射 还有关于患肝的各种手术的发展之外 另外有个让我们所有的人 好好回忆过去贫穷台湾的事实 就是大概在过去30年之前 台湾其实罹患B型肝炎的比例太高了 因此当他们到50几岁60岁的时候 就出现了肝硬化 肝的末期 然后肚子胀起来 变成是腹水的状态 初期的时候 一些不够有医学常识的人 还会把自己当成是肠胃科感染 也就是并不了解 当你肚子胀起来 不断地拉肚子的时刻 其实是你的肝硬化 已经到了最后期的状况 所以你必须要换肝 可是在台湾要找到一个 有别人捐赠的肝 何其困难 于是唯一的一条路 叫做活体换肝 什么叫活体换肝 就是在你的家属里头 我们常常说大爱 儿子捐肝给爸爸 女儿捐肝给妈妈或是爸爸都可以 台湾过去完成了活体换肝 就是因为我们并没有这么多的donor 并没有这么多卷肝的人 所以开始有了活体换肝 而最近高雄长庚医院 更完成了拔肝跟肾 不止拔肝还包括肾 第一活体换肝跟活体换肾 第二血型都不相容的例子 我们来看了不起的 在陈兆龙前院长的带领之下 高雄的长庚医院 所创造的世界奇迹 过去半年 从事园艺工作的父子三人 开着车 往返彰化田中和高雄长庚之间 不下数十次 就数这一次心情最轻松 天静 你这一次的肝功能一百分 你的GOT只有20 GPT21 那黄胆指数只有0.7 那凝血功能 血球技术这些都非常好 可以说是一百分的肝脏 不过唯一就是肾功能 稍微高一点点 两位都没有什么不舒服 一切都正常 那我相信弟弟的肝脏 现在已经大小也都回来了 肝功能常常是一百分的 都非常正常 他们永远忘不了 上回坐进这个诊间 父亲已经是肝硬化末期 合并慢性肾衰竭 随时可能被四神夺命 老师 这你的肝脏 你看静雄的画 表面平滑 质地柔软 你的确已经硬得非常厉害 这都一粒一粒的硬化节节 当时是负水 负水就比较严重 所以那时候抽负水的话 一次要抽两三千cc 那个又不能常常抽 那时候是去台中 从总和那边就诊 后来经过那边的医师评估说 要放肝 那时候肾也比较糟了 被肝脏拖得比较垮了 所以说他建议说到 长庚这边进行放肝手势 医疗团队面临的是空前大挑战 病患已经严重覆水 甚至出现肝昏迷 如果再加上肾 等于是需要肝肾联合器官移植 才能提供最佳的存活机会 和生活品质 偏偏身边亲友进行比对 唯一符合条件的两个儿子 血腥却都来自母亲的A型 与父亲都行不符 知道了这个手术的风险 会是什么 就知道 对 可是要拼拼看 对 即使几率很少对吧 对 也是要拼 因为爸还年轻 就50岁那边 对 依据我出肝 你出胜 这对兄弟躺上了手术台 挑战极有可能是全球熟利 血型不相容 且活体肝肾双移植的历史记录 那这个案例我们 在诉前的话 我们也经过了至少两次 到三次以上的 这个早上的这个 conference的meeting讨论 在过去的案例来讲 是没有 没有一样的文献可以参考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 发展出一个自己的 一个protocol来做 来做这样的一个案例 为了除去父子协议中 不相容的抗体 高雄长庚医院 以洗血等方式 先对父亲进行围棋三周 免疫药物与血浆的致患 随即将弟弟71%肝脏 和哥哥捐出的左肾 间隔12天 先后植入父亲体内 期间得先确认 心肝发挥功能 几乎是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宣告失败 在过去血型不符 可以说是移植的禁忌症 但是这些年来 由于医学的发达 那么我们有新的药 叫Retucimab 那么如果它的病人的抗体的效价 也还是高的话 那么我们会用血清自患的方法 所以就是免疫治疗加上血清自患 来克服血清不符 这个血清不符的问题 再次写下历史的 是高雄长庚名誉院长陈兆龙 累积一千五百多例的肝脏移植经验 肝移植病患五年存活率 达百分之九十一 更居全球之冠 但他坦言 这种血型不相容的活体肝肾 双移植手术 他先前从未做过 这两个儿子救父的决心 让他决定放手一搏 器官移植一定是不得已的手术 那么如果这个病本身是 是进行性 不可逆性到达一个程度 那么我们有很多的数据的指标 知道到哪一点以后就不可能回来 比方说肝性老病变肝昏迷 一直一再这个时到静默的破裂 出血大量的覆水 凝血切线等等 我们会建议我们的病人就不要再等了 因为你患了肝以后再加上DAA的治疗 那么也可以得到很好的长期的疗效 陈兆龙说肝病走到需要移植的这一步 药食对病患来说通常都已经是强弩之末 近来针对患肝手术 虽然不断有仪器设备推陈初心 逼得医师不断在技术上求进步 但肝脏作为人体解剖学变异最多的器官 医治上却仍是最重视基本功的一块 比其他的器官最困难的 最容易出现病患症的就是胆道的重建 那我们高雄长康是全球第一个例行 每一个病例都用选为手术来接胆道 那我们的胆道病患症 可以说是全球最低的 我们如果是单一的胆管 那我们的病患症率只有6% 两个洞那么12% 那大部分欧美的医学中心 那么两个洞他们就不接受了 那么甚至我们最多曾经做过7个洞 那么用选为手术做7个吻合 所幸目前在台湾 导致肝癌的两个主要源头 B型肝炎已经能够控制 C型肝炎甚至可以治愈 且最近的口服新药副作用少 治愈率甚至能高达九成五 唯一的难题就是售价太高 一个疗程三到六个月 新台币四十万起跳 卫福部日前宣布 将之纳入全民健保 民间却出现反弹神浪 那这个专案不是为了要排挤 其他病友的医疗资源 而是因为这个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所以应该要有一个专门的款项 不只是健保的款项 可能还有其他部会 相关的部会的款项 大家汇集起来 把这个C肝病友给他治愈 因为全台C肝患者五六十万中 碍于药物价格太高 接受治疗的仅一成上下 若是延荡就医 肝病迅速恶化成肝硬化肝癌 三不取一次走完 除了夺走宝贵生命 相关医疗费用更是惊人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一界积极推动 从每个环节帮人民保肝 不让这沉默的器官酿成遗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